邵俊要不然 就配合他们一下 跟他们走一趟吧 等事情弄清楚了 我就去接你回家 夫君 人家刚刚都快我名领手法了 做不好的人钱拨我吧 反正事情又不是你做的 配合一下 好 为父就给你这个面子 走吧 司刑大人 韩硕 邵城州嘱咐 万不能渴着饿着韩绍勋 还特意送来了 您惯用的茶叶和茶具 司刑大人 有了新的武装 衬给我了 这支卫队可是你在幻阳城唯一的地牌了 你把这给我了 万一我不值得呢 我看天色可能要下雨 便穿着你为我做的鞋子过去了 没错 这防水防滑还内蒙 这 你看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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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传少城主令 韩硕身为花园城少城主夫婿 本该安守本分 服侍妻子 却因妒忌 杀害无辜悦人 罪大恶极 论罪当诛 念其与花园城少城主的夫妻之情 将其流放南疆 众兵看守 不得重回花园 亦不得返回玄火 韩硕 接令 芊芊呢 我要见她 这日芊芊写给你的修书 她一定有事瞒着我 不得了 要不就是你从中作敢 小芊不会这样对我的 芊芊说过你不会死心 也罢 我可以让你们见上一面 芊芊 少君 少城主在里面等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的 娶 加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